接下来介绍我们的最常用的一个功能叫复制 复制就是搭配我们的贴上功能 复制贴上 步骤记得四步取 步骤一 选取你要的文字范围 未来这个功能可以套用到你所谓的物件 图片或者是你选到的东西就可以 选完之后 你就要找你的这个功能 叫复制钮的功能 也有别的方法 常用页前有复制钮 你也可以对定选的范围 按右键也会找到复制钮 或者是快速键 Ctrl按住加C 一下就要放手 这些都可以让你产生这个复制的这个功能选项 OK 记得这两个进来都可以点选复制钮 Ctrl C是一个快速键 你做了这个动作就代表你已经完成复制这个步骤 步骤三 你很重要要来到你要插入点游标 要贴到的位置 刚才是来源的位置 接下来是我们的 你要的贴的位置 那最后当你决定好要贴的位置之后 要去出叫贴上钮这个功能 它在常用选签 或者一样对着选取范围按右键也会有贴上 那另外一个快速键就是直接Ctrl按住加V就是可以了 好 那这边补充说明复制相同的内容 只要一次复制就可以再移动到你多个位置去做重复贴上的动作 好就是插入点游标移动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来实做这个步骤 好举例 待会最喜欢的我可能要复制多次 那这边比较特别是因为是Word的功能 如果你待会选取不用试着选取左边那个项目符号 项目符号只要你选到字就代表整行包含那个项目符号已经涵盖了 听懂 那待会这边你因为你有涵盖这个段落标记 这个灰灰的这个符号就是段落标记 它待会就会多的产生段落了 好那我先把刚才这个先删掉 这个多的我先删掉 你比较不会乱 好那不过我们还是先准备好了 好了先按一个Enter 好那这边我先说明一下 步骤一选取范围 假设我这边还有两个最喜欢的 好选取完之后 这是步骤一哦选取范围 步骤二对着常用的负字钮 有两张纸的这颗 按一下 接下来插入点很重要 游标也到这边 好如果你刚才游标是在这边的同学 如果游标在这边同学 你要记得你贴到后面 所以你要按Enter的动作 好那我们要贴上第步骤四 插入点游标是三哦 贴上点选 他就产生了 再贴 我说过复制可以同时进行多次的贴上 所以我可以再贴一次 OK 如果你有更多就多 那不要就返回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假设我待会列出来 可能最后一项我先不要好了 这边我不要了 还记得我们说过 这个产生多的项目符号 我不需要 请你把项目符号的功能取消 他就会取消恢复到最原本的位置 这就是复制功能 好我把其他的删掉在这里吃哦 同学你看我选取的时候 可以一口气选字就好了 选完之后按删除或倒退键 好那我游标在这边跟在这边的差别是 这边才是我准备要的位置 OK好 那你刚才因为有可能你多产生这个段落标记 其实这个项目符号是没关系的 好看你怎么操作 好就记得 好来我们再试哦 选取范围 步骤二 复制功能鸟 按右键也可以 刚才是这一颗鸟 也等同按右键 里面的复制功能 或者是Ctrl C 好那我这边就直接示范 复制鸟 步骤三是最同 所以大家会忘记的 插入点游标 你点到这边跟点到这边是有差别的 那待会我要的是这个位置 OK贴上按右键 记得你选到的东西 你现在要目标贴的位置是这边 你不要跑到别地方按右键 是对准你要的地方按右键 在Word里面的贴上选项 我们只是要字 它有其他的功能 什么图片的都不要选到 我们要的是最后一个指榴文字 指榴文字 抱歉 这边我们要的是第一个功能 因为你有项目符号 不好意思 我们贴的时候要贴这个第一个 保持保留原本的来源格式 那我比较喜欢这一颗贴上 就是原本的样子是什么 好所以按右键贴上 按右键贴上 就可以一次推 好吗 好来我们试看看 多练习 练习做的可以删掉 没问题的 好